流行 品味 生活 音乐 欢迎收听梁振群的风格玩家 I like radio 中广流行网 你现在收听的是风格玩家 我是主持人梁振群 现场邀请到的是一位老朋友 他是第二次来上这个节目 当然这一次呢 他又带了新作品来 现场介绍的就是Vincent 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主持人好 上一次来是你自己的这个爵士专辑 这一次来呢 其实也跟这个新作品跟爵士 是有很浓厚的关系 但是呢 融入了不同的音乐元素 融入了这个古巴的音乐在里面 这个聊一聊吧 这个背景 为什么这个专辑会发生 其实古巴元素是 其实追溯到最早 其实在台湾呢 那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 遇到一个从西岸来的一个鼓手老师 他是台湾人 可是他大概六七年代就搬到LA了 所以他整个对音乐的了解 那个世界观是非常强的 就是他认识很多全世界就最好的 不管是爵士或是拉丁的乐手 所以他那时候回来台湾的时候 几乎没有人认识他 因为他太早就搬到美国去了 因为相对来讲 台湾的音乐上的资讯并不是这么开放 那他所知道的东西在台湾 其实不一定会被appreciate 所以这是个问题 可是那时候我很幸运 是因为那时候我是一张白纸 所以他讲什么我都相信 然后因为他 可是因为他资讯才太正确了 所以那时候听了很多很多的好音乐 所以听完这些音乐以后 因为我那时候是计划要去纽约的 所以就整个他帮我衔接上 这是很不可思议的 他等于是把我先上那个pre-college那种感觉 然后我去纽约就开始知道 我要听什么音乐 假如喜欢拉丁的话 然后我要去找哪些人跟他上课 帮助很大 是那样子开始 然后才在纽约跟朋友 组了一个古巴乐团 有朋友找我当备手 然后我就开始认识 哇原来这个就是 我本来只是听拉丁爵士 然后慢慢才了解到 纯正的古巴音乐是什么 然后才一直越来越有兴趣 想说来台湾也想要继续玩这个音乐 这一次出专辑啊 就是整个 因为我 我不会他们的语文 所以你知道 我希望你可以把这个整张专辑 就是你们这一次的团的 是你的名字吗 Vincent Xiu 然后跟团名吗 对对对对 那我们好好以一个标准的方应AMASI介绍一下 对 这一次的名称 西班牙语 我也是学习台中对 可是我的名字叫做所以ラレ 意思四 所以其實我们延伸的意思把它翻成 от cenno 。 像舍我其谁这样 因为当时回来的时候 想说要在台湾玩古巴音乐 其实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资源 也没有古巴人在这里 所以变成是 当时我是把我在纽约的时候 我乐器有关于拉丁的乐器 全部带回来 就想说那个声音至少正确 然后再传递这些讯息 给我这些音乐朋友们 然后因为他们也有兴趣 我就一起开始练习 然后开始接触这个乐风 一直到现在八年 对啊 你们在一起 玩这个音乐影迹有八年了 那怎么会拖到这么晚 才推出你们自己 一起合作的首张专辑 其实这张专辑是刚好 各个的条件都可以相遇 OK 对啊 那当然经费 是绝对是最大的一个挑战 那音乐上更是 其实音乐上要真的 我们要在这里表达 古巴文化古巴音乐的这个内容 其实是非常大的挑战 这个挑战真的是还蛮大的 对对对对 因为就像 就是说对一般的听音乐的朋友 除非你有深度的研究啦 不然可能大家就是一般的 听音乐的朋友就会觉得 爵士就爵士啊 就你不管任何总会 对他来说就是爵士 更别说这种有融入 古巴元素的 那所以一开始说 要跟大家介绍 或者要甚至推广 这一类的音乐 真的是蛮挑战的 不过其实还好台湾其实蛮多音乐 都有拉丁音乐的色彩的 对那只是说 我们要演做这张拉丁爵士专辑 而且要特别强调古巴爵士的话 其实我有邀请一位老师 叫Victor Mendoza 然后他来帮助我一起制作这个专辑 对这位老师 这位名师 他其实头衔不小 我看他介绍的时候 要不要讲一下这位Victor Mendoza 其实Victor是一个 非常有名的一个爵士铁琴手 然后他也是一个作曲家 对那他同时也是个 很有经验的教育家 他在80年代开始就在Berkeley 在波士顿Berkeley 然后后来这十几年才到Valencia 到西班牙去 而且是Berkeley在那边的分校 对我看他介绍 我才知道原来那边有分校 真的校区超美 真的吗 对非常美的 对OK 对然后其实我是在台湾遇到他的 OK 他被朱仲晴打击乐团 他就前来台湾 OK 然后我自己去跟他联络 因为我知道 因为我们在演奏音乐的时候 都有些real book 对 然后那种拉丁real book 里面都有他的歌 然后他歌超棒的 所以我想说 哇 叫我能够 不过当然当时去找他的时候 还不晓得会来做张专辑 当时只是跟他上课 只是后来我们就想到这个人说 因为他人又真的很nice 然后又很会传递一些讯息 就是说他很会对学生讲话 就他教学的方式 他本身就是一个老师嘛 对 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们很需要有一个人 除了我以外的人 来告诉陶渊你要做什么 对需要一个对这种指导总指挥 自己摸索之外 主要有一个这样子专业背景的 或者是有这样文化背景的老师来 以他的经验 我觉得会让那个音乐更扎实 对对对 所以他真的就完完全全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真的是 而且这次在资助上等于是说 你跟他一起合作来制作这张专辑之外 他自己也有提供他的创作在里面 对对对对 提供他的演奏在里面 就好像其中两首歌 他有掀上他的创作嘛 对 这个动机是 是他 是比如说你跟他邀歌吗 还是说他自己 自己这样玩一玩 觉得我也来一下吧 其实是我跟他邀歌 对对对 因为 其实真的现在回想起来 虽然才是去年的事情 可是 真的假如过二三十年 再回想的话 会觉得这是一个 其实是蛮特别的一件事情 就是能够有一个这样子一个作曲家 帮台湾的一个乐团 做了这样子的歌 然后在我们的专辑里 其实是 我觉得是蛮棒的 他那时候在台湾待多久了 快两个礼拜 对 然后我们在录音室 是四天 因为他刚好也配合了台东决心乐节 跟台北决心乐节 OKOK 对对 对啦 因为这是一位这样大师 然后就从他那边飞过来也是 也是蛮远的 对对对 所以好好利用 有对 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好好跟他合作 当然也一定要好好的 就这样讲利用 讲利用好像也怪怪的 合作 利用这次机会 对对对 利用这次机会 是 好我们现在 现在 我们来挑一其中一首歌吧 我们来好好介绍 好啊 给听众朋友听一下 嗯 既然讲到Victor 我们就来听他的歌好了 好啊好啊 就是那我歌的中国名字叫做 那女孩的风情万种 是Victor写给他老婆的 哦 写给他老婆 对 哦 嗯 哦 他有跟你讲一下就是 比如说他在发想的背景 其实没有 只是我们听了这个歌就觉得哇 就是 可是还是太听了 你听到他的爱吗 其实我不我不确定 哈哈哈哈 因为他就是一个很热闹的一首 是是是是 拉丁爵士的这种风格 或是他在描述他们两个之间的情感 有可能把以他们的热情 奔放这样子 对没错 好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 那女孩 他的风情万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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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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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风格玩家 我是主持人梁振群 现场邀请到的是徐崇玉 Vincent Hello 大家好 这一次呢 他带来一张新专辑呢 但是这个他们团名呢 我刚已经说了 因为我没有学过西班牙文 所以发音因为发得很烂 我们就请Vincent自己介绍一下吧 叫做收益来类古巴爵士乐团 古巴爵士乐团 这一次的这个专辑呢 专辑名称就是古巴那海 对 然后英文我们 英文其实是叫In Our Blood 不太一样 对 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子的差异呢 对 因为其实In Our Blood是 我蛮早就想到这个title 在三四年前 那时候就在幻想缩缩缩缩 有第一张的 收益来类的专辑的话 我就想说 哇 想要传达一个讯息就是说 虽然说我们在音乐上 可能没有办法像古巴人这样 或者说像 美国或是全世界各地其他地方 有爵士资源那种丰富的环境 然后玩到那样子的等级 可是在协议里面 我们对音乐的热情是一样的 这个热情是universal的 所以我才想说In Our Blood 代表的是我们对音乐的热情 那其实另外一方面也是就是说 建立的去尊重这个文化 把这个音乐文化应该有的声音 希望能够做到 这一次的专辑呢 因为我现在手上 也有热腾腾的这张专辑嘛 这个在设计上呢 其实是非常精致 而且我觉得在唱片行 你在一进去的瞬间 就很吸睛啦 然后你就瞬间就觉得说 这是国外的专辑嘛 就会有那种感觉 就是Vincent这一次 他们在设计上专辑 真的是用 真的是用尽苦心啦 而且在里面呢 有明信片嘛 还有附上明信片 这明信片好像还是可以 真的记的明信片嘛 那这个明信片上面呢 都是这个 是你自己去古巴那时候 拍的照片吗 这是13年的时候 我跟我们的经理 还有我的老婆思涵 然后是思涵照的照片 对他不愿意发声 他明明在旁边 他不愿意发声 对他所有的这个声音 都在这个专辑里面 因为其实很多的细节 很多的文字都是他一手包办 OK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照片就是你们去古巴的那段时间拍的吗 对有像我跟老师学古啊 老师家里啊 然后古巴的计程车啊 然后古巴的街头啊 这个是什么时候 是2013吗 13那个时候他们才刚开放 快开放了 还没的前一年喔 对对对对 那那个时候他去会不会很麻烦啊 我们从阿姆斯特丹 对 这样绕喔 对对对对 这不是反过来绕一圈的感觉吗 所以就去阿姆斯特丹稍微也停留了几天 然后再飞到古巴 OK那这个是在开放前我觉得很难得耶 因为等于是因为他们真的就像一个时空胶囊 真的 所以尤其在你们开放之前你真的就是看到大概四五十年前吧 或更久他们的生活状态一直一直流 到现在都还是到那个时候都还是一样 对很神奇 那你那时候去的感觉是怎样 那时候去最大的感觉就是 我那时候就感受到一杯冰水的这个满足度是很高的 你只要喝一杯冰水在相对民生物资这么简单的古巴 其实你吃到一餐或是喝到一个冰的东西就觉得好棒 因为他们真的物资非常的缺乏 然后民生的资源也很少 可是文化却是超级的蓬勃 就是像这个反差才是太大了 这真的有点不可思议 因为像这个刚讲到明星片里面 有拍到很多车 他这辆车都是 我觉得可能比我爸开车的年代还要再早 都是这种三四十年代的这种老车 就是你在看这种三四十年代的比如美国片 然后为什么会看到这种老车 然后都是在街上都是这样的老车 所以你真的会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真的所以真的是只要去照 你都会觉得照下的照片好像是以前照的 都是老照片这样子 但明明就是才2013的事情 所以真的很神奇 而且在这个每一张明星片后面 其实都有一段小故事 包括跟可能跟这个歌有关 可能你们当时的一些心情啊什么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张专辑是非常值得收藏的 我们到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欢迎回来风格玩家 我是主持人梁振群 现场邀请到的是徐崇玉 Vincent 那一段古巴行 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当然是体验到就是说 刚刚讲到时空胶囊 那很开心就是说 虽然说他们的整个实际上看到都没有变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其实他们对于文化的保存 其实也是一样的 他们完全就是 真的就是跟以前一样 非常原汁原味的保存下来 没有受到其他的资讯太多的关系 然后淡化了他们的这些文化 所以其实我现在蛮担心的 因为手机现在开始进去了 然后会不会年轻人都开始不玩古巴音乐 就接下来就是麦当劳就进去 对这是会 我很担心这个 因为那时候去的时候是 大街小巷都在玩他们的这种 巴塔 有如巴的宗教的这种音乐 那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事情做嘛 所以就是音乐跟舞蹈 可是现在开始就是 哇这个世界我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很好奇 就是你那时候去的时候 有人拿手机这件事情吗 也有还是有 很少 但不会像我们 非常少 大家走在路上都一直低头 没有没有没有 他们其实很少有个人的手机 他们我去的时候 网路是只有特别的几个地方有 才会有 他要特别申请 还要特别申请 对对对 那时候还没有WiFi 我去的时候还没有WiFi 现在是他们公园都有了 对 哇这个只要一开放 就是说 这也是两难啦 就是也不可能不开放 可是一开放之后 就整个就变掉了 对 但也许会有一些新的什么出现 也不说不定啦 对啊 如果不要这么悲观想的话 是的是 好我们在这边再介绍一首歌 好 给我们听一首 那我们来听Orientation 本位这首歌好了 你们背景介绍一下 这首歌其实是我写给台湾的一个艺术家李希奇老师 那就是因为我去看了他的一个等于是他的一生的一个回顾展 然后那时候就看到他的介绍我觉得很感动 就是他已经八十几岁了 可是他还是用本位这个概念在一直在创作新的东西 那我就觉得哇 就是回来台湾以后也能够被台湾的艺术家感动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蛮珍贵的 因为我一直被国外的音乐家感动嘛 所以想说台湾有这样子的资源养分让我很开心 所以我就写这首歌给李希奇老师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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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